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CEO书坊 我本周要介绍的书是最近的热门书 也是热门的话题 晶片战争 这本书天下杂志所出版的书 Chris Miller 它的副标题是 细时代的新赛局 分解析地缘政治下 全球最关键科技的 创新商业模式与台湾的未来 这个书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地缘政治 那台湾成为地缘政治的焦点 美国就知道台湾的晶片 那这Chris Miller呢 写了这么一本书呢 就变成美国去年很多的好书第一名 那Chris Miller是谁呢 他是一个教历史学的教授 他今年只有35岁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照片 他是一个娃娃脸 那他自己本身是 耶鲁大学的历史学的这个博士 那你说一个历史学的博士 怎么会写一本这样子的书呢 因为可能历史你不要想说 一直去写这个500年前的事情 现代的历史也是历史 那他现在看到过去50年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晶片 所以他从历史的角度来写 他不是一个科技人 但是呢 他因为这个历史人 很会这个就是说是 这个收集资料 而且很会表达 所以这本书的文笔 非常的流畅 而且呢 他收集资料 非常的这个完整 那这Chris Miller呢 为了推广这本书 他在前阵子的时候 来到台湾 他来台湾跟张周谋对话 那一个90岁的人 跟一个35岁的人对话 那当然是不能比的 Chris Miller在旁边 非常的这个深色 就是说碰到这个大师 他也不敢这个大放厥词 但是这本书写的 还是真的是很好 因为他非常的comprehensive 而且可能是因为 他是一个历史人 他不是这个科技人 科技人写的时候 有些就会跳入到 科技的这个潮就里面去 你会觉得技术性很高 那他那次娓娓的到来 他说啊这个 我们现在讲的IC 就集体电力 integrated circles 是Jack Hill 他1958年的时候发明 然后呢 这个当时呢 后来1957年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 有一家半导体的公司 叫快捷 Fairchart半导体的成立 那另外呢 就是说他的过程里面的学术 麻省理工学院跟Stanford 我的母校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么美国呢 在现在这个里面呢 就打败了苏联 苏联以前 也想要搞这个半导体 但苏联是很抄袭 很官僚 那么美国呢 在这个半导体上面 就整个的这个崛起 那摩尔定律 摩尔定律就是每隔两年 他这个晶片在上面 就可以再挤压 更多的这个晶片在这个上面 那美国呢 就是创造了这个半导体 但是呢 美国呢 后来呢 受到日本很大的这个打击 那日本在这个 80年代中期的时候 它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 有一阵子是世界上 就是数一数二的 跟美国一样 它的这个强力的竞争呢 摧毁了这个大量的 美国的半导体公司 引起了美国的这个警觉 那那个圣田赵夫呢 就是说是 Sony的这个创办人 它是也让这个美国呢 了解到日本这方面的 这个重要性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 就是说是这个Intel呢 它后来就放弃了 它不在这个Valent上面 不在这个就是Diren上面 就跟这个 跟日本这去竞争 它转而供为处理器 这Nandy市场 而且并且取得成功 那为处理器 它后来就是外包 就创造这个模式 就是跟台积电 这个方式 那美国呢 后来就是这个 跟南韩跟台湾呢 形成这个同盟 形成一个截取 那美国呢 就是最终呢 是靠这个创新 跟技术的优势 美国呢 最终靠创新 跟技术的优势呢 在他 但这个话讲的 并不一定是正确 因为美国呢 他真正的这个 就是所做的呢 事实上 他是靠政治的这个力量 而不是靠创新跟技术 那这里面呢 就是李国鼎跟张周谋呢 就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那后来呢 就创立了这个 中兴跟红利 但是这个效果是不张 就是所以这个中兴 中国大陆 现在这个中兴跟红利 还是远远的落后 这个台积电 那这个半导体出现了 这个垂直整合的 IDM的模式 所以它变成有一个叫做 Fabulous 五场革命 五场革命 那么呢 这个就是他 那这个像ASML 就第四个 就讲到说 极止外光微影 就EUV EUV 那么中国大陆呢 就是积极的 就是想要这个崛起 那这次就被 就触到了美国的眉头 就被美国这个打击 所以紫光在2010年的时候 它似乎去 被并购美光台积电 但是一个都没有 那四年前开始 美国打击中国的半导体 那现在是激烈的打击 不准技术啊 这个设备 卖给这个中国 那同时呢 这个就是 还有这个设备的话 包括这个荷兰的 这个就是这个DUV 都不准卖给它 那这个就把它锁喉了 就锁住了 那中国现在当然是 这个倾尽全力 要发展半导体的这个产业 那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产业 中国能不能追上来 就是它跟采集电 至少还有五到十年的 这个差距 但你很难说中国大陆 不会追上来 那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这个 一方面是这本书 是最近最热门的书 第二个是这个 地缘政治啊 是这个现在重要的话题 那第三个这本书 是我所看到 所有半导体里面 写的文笔 非常流畅的书 第四个是这个作者呢 最近来又跟 这个Chris Miller 又跟这个张周某 有对话 第五个呢 事实上是这个 这个书呢 就是它写的观点 非常浅显易懂 不是从这个技术面的 这个观点 它是从这个产业面 而且它是涵盖了美国 涵盖了这个日本 涵盖了台湾 涵盖了这个中国 那今天呢 我们在台湾 现在面临这个 中美的这个地缘政治 大战啊 中国跟美国 这个方面竞争 那台湾的变成 地缘政治漩涡的中央 这本书 还是非常的值得读 我相信 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 这方面 那最近那个 尹启明经济部长 前经济部长 他也有出一本书 叫做晶片对决 也相当的好 但这本晶片战战 对任何想要了解 半导体的人 想要了解地缘政治人 都是一本必读的书 我highly recommend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